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与家人刚从国外旅游回来 在这次的旅游中 让我非常感恩的是 就是我能够在各处看见神奇妙且美好的创造 但其实我们无需出国也能够看到神奇妙的创造 因为神的作为与创造是时常围绕着我们的 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就说到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勇人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我们很少会观察到神的创造和作为 是因为我们在每天忙碌的生活节奏中 很难放慢脚步来与神有独处的时刻 即使我们经常有灵修以及祷告的时间 那或许也是在匆匆满满或者是行事性的做 今天我就想与各位弟兄姐妹分享 当我们的心灵安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发现的三件事究竟是什么 首先我们会发现 在我们的生命所发生的一切事 都有神美好的计划 因为我们相信 万物都是在神的掌权之下所发生的 可是当我们把眼光只放在情况 问题或人的身上时 我们就会以自己的直觉或习惯来做出反应 例如说 当工作一忙碌起来时 我们就会埋怨 当孩子或同事给我们添加麻烦时 我们就会对他们感到厌烦 并且人是很容易为自己做打算或规划事情的 而只要事情没有按照我们所安排的计划来进行 我们便会感到不愉快或不自在 可是当我们安静心来思考时 我们就会再次被提醒 若神不许可事情发生 事情是怎么也不会发生的 相反的 神要成就的事是无人能阻挡的 真言19章21节就告诉我们 人心多有计谋 唯有耶华的丑算才能立定 以赛亚书14章27节也说到 万军之耶华既然定义 谁能废弃呢? 他的手已经伸出 谁能转回呢? 第二 我们会发现 神的恩手和夜幕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 因为神不仅是不会打顿也不睡觉的神 祂也时常保护着我们 有许多圣经经文都告诉我们 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 而当我们有神的同在时 我们就应当刚强赚达 但问题是 我们有没有时常看见神的同在呢? 若是没有 我们就要问自己 为什么我们会看不见神的同在呢? 是不是因为现实世界 看起来比神还要真实且可靠得多呢? 例如说 人生病了 就一定要看医生或吃药才能够好起来 是吗? 是不是人需要有工作 能赚钱才能够生活呢? 这些道理谁都知道 但我们要认识的是真理 而道理与真理是不一样的 世界的道理只会告诉我们 好人会有好报 却不会告诉我们 有一位如同吼叫的狮子 天天想着要吞吃我们 世界的道理告诉我们 人不畏及天诛地面 但真理却告诉我们 应当爱我们的仇敌 若我们的心 常有神的话语 我们就看见 神常与我们同在了 第三 当我们安静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不难找到感恩的理由 既然圣经不仅告诉我们 神在基督里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都赐给我们了 我们也知道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那么我们岂不应当在凡事上 找到感恩的理由呢? 然而许多人只把感谢神 当成口头禅 他们常常说感谢神 却没有真正地思考那感恩的理由 要不然 就是当人遇到问题或不顺心的事情时 他们就无法感恩了 请问 你是否也曾遇过相同的情况呢? 其实 唯有当我们静下心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回想起 神在过去的年日里 是如何信实地在带领我们的 即使我们过去曾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甚至过着非常艰辛难过的日子 但如果少了那些经历 我们今日也许就会成为一个 不认识神的人了 若没有过去的失败 我们或许也无法得到 今日的刚强现在的智慧了 唯有当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寻求神 面对神 思考神的话语时 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平安 因为那时我们的心思意念 真正帮助的就只是神的美意 同时圣灵会使我们想起 明白以及相信神的话 例如说 我们才会确信 无论是人带给我们的伤害 还是我们正面对这恶劣的情况 那都只不过是暂时的思念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我们不要怕 那只能杀我们身体 却无法杀我们灵魂的 如果你正在面对一些 使你心烦意乱的情况 又或者你正在尝试 摆脱某些试探 我盼望今天 以能够安静自己的心 来寻求神 而真实地遇见祂 并且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 愿神赐福于你